呃我本來打算跟前面一樣自己做前景提要 但這次我貼心的觀眾幫我做好了 所以讓我們看看 看一下前景提要解放NASDAQ挑戰的TEAM 立刻抓到耐克洛茲馬跟豹石大王 卻被對面的色違大軍跟Mega進化大軍打敗 沒有打敗好不好 更正一下劇情 可惡 欸他跟 欸你們有看到剛剛哈魯的頭髮突然凸了一瞬間嗎 就是 沒有沒有現在還是 不是一瞬間而已好幾瞬間 他的頭髮哈哈哈 我就知道他屋頭上戴的是假髮 回到一般職員的處境後 你們的頭髮是怎樣啦 哈哈哈 喔好可怕喔 我長大也會這個樣子嗎 我不要 四天王全部打倒了 首先要恭喜你呢 什麼時候的事情 哈哈哈 欸這句很合欸 歪曲的前方 可以看到其他世界 要去看看 我不想要 欸還沒啦 還 我還沒有要看看那個其他的世界 還沒有 沙漠蜻蜓欸 我很喜歡沙漠蜻蜓 而且 格拉吉歐你幹嘛在醫院裡面放沙翔寶 如果 未來正大再做一次拿出大哥的話 我最好學一下怎麼換寶可夢 劍子 哈哈哈 你怎麼從沙漠蜻蜓換成劍子 哇 而且他37等的進化了啦 會不會玩寶可夢啊 驗蜻蜓 耐獸是什麼啊 地面 等一下你不會可以 你不要 拜託你不要跟我說你可以Mega 拜託不要 我就知道 哈哈哈 看到他的寶寶站起來了 全世界就剩你不會Mega 我就沒有那顆石頭啊 那沒事一次次 真是難對付的傢伙 你才難對付吧 其實格拉吉 對戰點數 好的格拉吉歐 謝謝格拉吉歐 我是警察大哥耶 喔對齁 這邊不會 我忘記了 這邊就是打那個嗎 島主的地方嗎 盒的打扮有點不一樣 OK這就直接開打了 地獎很意外的都沒有猥瑣 然後不要暴擊 OK 謝了 我應該不會死 如果他沒有擊中要害的話 為什麼他們一直擊中要害 問家姐 這是你最後一隻是不是 OK 他只會變硬是不是 完蛋 摩蛋大哥你的王牌怎麼 怎麼長這樣 至少他有變靈 雖然想分一隻給你 但是蛋蛋要六隻 才算是完整 不爺爺 我不想要聽你蛋蛋的故事 讓我重講一次 我不想要了解到你的蛋 就是格拉吉歐 會做一個很帥的動作 就是一個很帥的特寫 然後說一些超級怪的話 我覺得蠻好笑的 我馬叫哈烏 有點太晚了 你應該早點自我介紹 一部行家 哎呀哎呀哎呀 真是抱歉 我還會自我介紹 你才剛自我介紹完 我叫 好啦 太太您好 請讓我 你們到底要自我介紹幾次 就是哈烏 哈烏就是你第三次自我介紹 是的卡烏 是的 是的酷酷依 哎哎哎 哎 幹什麼 呃 這樣有用嗎 意外的有 小姐小姐 我忘記了 右下角那個小姐 我才剛打完一個 好 疑心病超重的 你看你看那個人會往後看 我就知道 可惜不會第二次 啊你們怎麼 你們怎麼到這邊來的 不論是哪一半 我也滿20歲 疑慮都是500 我只是想搭個店第二 也要付500塊是不是 請先確認一下費用 我不想要知道你的牛奶哈烏 我知考驗嗎 隊長在皇家大道的皇家巨蛋裡喔 但是先通過我這關再說 等一下 你就只有一隻嗎 你知道 樓下那幾個小兵比你還強 不過你的錢倒是比他們還多 真不管是分部長 謝謝謝謝 分部長我打敗你了 你有什麼要說的 是媽媽選的 媽媽選水藥魚是不是 OK 我們做朋友吧 我不要 哈烏沒有來嗎 沒有他沒有來 只是要通事故喔 在發生事故一瞬間 這孩子剛好被收回精靈球裡 所以奇蹟般的得救了 但我 抱歉 應該要很難過 抱歉 我都很對不起 他的丈夫不在了 我不該笑出來的 我很抱歉 但是 自此以後 這孩子就不願意再進入精靈球 把自己的精靈球扔到 圓圓的某個地方了 超級雙打對戰 抱歉啦 可達奇喔 抱歉啦 看到有寶可夢受傷 我就會覺得他有心痛 如果你要讓寶可夢恢復活力的話 就請來找我吧 那你現在做的事情 完全相反啦 你現在是要讓我的寶可夢沒有活力 為什麼要詛咒我 詛咒哈烏啦 哈烏比較壞啦 然後我們靠哈烏 把他打死 NICE 研究室的資料好好看過一遍吧 哈哈哈哈 資料 呆呆獸尾巴的胡椒沙拉 100克310 法式賢拜 100克510 三明治 100克1100 好想吃呆呆獸的尾巴喔 那什麼team 你找到有任何資訊了嗎 這家是不是一直在訂這間外送啊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麼 到底是很列治之后 阿羅拉地區才有的甜品 完了對得上耶 剛剛那些如果是甜品的話 所以以太樂園就是專門販售 呆呆獸尾巴的那些 那個寶可夢販子 然後他們的實驗室 一直都在做那些 新的料理這樣子 以太樂園 附屬餐廳 以太樂園 有樂園當然是要有餐廳啊 當然了 不然怎麼叫做這個人 如果迪士尼樂園裡面沒有餐廳的話 那還叫做迪士尼樂園嗎 他的pose一模一樣 我還是可以先蹭他臉頰看看 先蹭再說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哈武 現在連我隊友都有了 就我不會Mega 為什麼 哈武你讓我覺得我好廢喔 我好不喜歡喔 不行這差太多了 還好 還好 這時候哈武沒有找我對戰 TEAM的攻擊技術點數大幅提高了 我準備要來鬥力戀愛的媽媽了 終於是兩個不一樣的人了 超夢不是我最擔心的 就是 好 還是要擔心 但是有想過他是Mega超夢的可能性嗎 有人有想過嗎 很痛 沒事 體重要害沒有很OK 他有拉蒂亞絲 更OK 你們都是神獸儲啊 SQL 哈魯你能强一点 这古兹马诶 这是本店的热门 我觉得哈魯还是没有搞清楚状况 哦 长尔兔诶 他可以Mega 我觉得与其去查长尔兔是什么属性 不如先去查一下长尔兔Mega是什么属性会比较好 他的Mega是一般格斗 所以我知道他打不到我 然后我可以用飞行属性的招 看看这个 是不是 我早就知道了 漂亮 跟我想的一样 我要证明不用药师也可以赢 好吼金 好吼金 好 OK 晒屁哦 很好很好有色尾是不是 我一定把它电爆 字面上的意思 为什么啦 不是Mega就是色尾 至少没几句话 真的是还好没有 讲真的我知道 我知道是开玩笑的 但是我真的 如果他们这时候突然拿一个极句话的道具来 我也不太意外 他们什么都有 蛤你说没有超极句话 看看这是什么 没事的 葛拉吉欧 我也求求你了 好 葛拉吉欧 耿鬼 嗯 耿鬼 他没有 好 这还蛮稀奇的 没有 我速度比较快 大家发大财 我速度比较大财 等等啊 古兹马 我在你面前帮我的业异部刷一刷你OK吗 这样好嘲讽哦 每一次打架完之后 我如果引了都要在他们前面刷个三四架 OK 进去之后是直接打露莎米奈吗 看起来是 你们看得出来那个boss的门就是不一样 前方为战争遗迹 我有感觉到 进去之后就是战争遗迹了 关于救急球的资讯 就是我要走了 我到目前为止 给宝可梦提升PP的次数为次 再见 接下来我要跟你说一些 关于出道巡礼的重要事情 不用利利爱 我们应该要阻止你妈妈去打开救急直动 不是现在 哦 不是呆呆兽 他们真的在卖呆呆兽的尾巴 完了 所以那个剧情没有随机 问题是他们真的打算这样子 哈 被你看到了呢 我的资料库 里面都是我们的新赛色哦 solo剧情都串了起来 这个就只是考验的地方 毫无依然没有搞清楚状况 为了学习T 请选择要忘记的招式 刚属性 想要学习我的招式吗 学习刚属性的招式 不是我要说 我还蛮在行的 嗨 这里是剪辑题目 现在回头来看 我好像误会了这段的意思 也就是为了学习我 妈妈选择要忘记刚属性的招式 我总觉得被冒犯了 在这里使用元庆必变 可以让宝可梦进餐 我都忘记了元庆广场这个设定 他的闪闪发亮的奖杯上 映出了自己的脸庞 哈乌 算了啦 他感觉很想要吼什么 但是他的声带可能被发掉了 莉莉亚忘记的叫声 不不 妈妈开启了救急之洞 到处都是 有了这些洞 要传送元庆广场的福音 就更轻松了 那个 你是 哈乌自我介绍一下 快点 还有人来玩啊 满足需求来喝得到人性币吧 助手妈妈 不要再骗了 这个是傲娇是不是 这个水母 想知道关于我兄弟姐妹的事 这个嘛 格拉吉欧 不是现在 正在工作中很危险 不要靠近 开打了 我杀米奈 有五只 其中一只会Mega 另外一只瑟维 妈妈你怎么有瑟维的神兽啊 他会换耶 哇 OK 但还好 没关系 雷电斑马的话 我还是可以打得赢他 nice 挺住 没事 他挺住 反而对我很好 他可受伤得超强的啦 他好可爱哦 嘿嘿嘿 他进化很帅 但小时候也好可爱哦 虫咬不会打死我 绝对不会 所以我绝对可以带下来 一下把他打死就赚 啊 可恶 还好速度还是比较快 虫虫 虫虫 终于出场了 前面一个小时 没有什么上场的机会 终于上场了 妈妈你肯定没有想到 我有一只耐克洛子马吧 笑死 这样还可以继续打 如果他打算继续打的话 妈妈你不要 刺的妈妈 这只很可爱 我知道 他再替身一次 我就也不会怎样 但我会笑他 太过分了 而且还有一万块 妈妈你好有钱哦 谢谢妈妈都给我零用钱 现在我要帮 耐克 耐克洛子马洗一下澡 等我一下 妈妈 虽然我不知道你曾经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但你也想了解一下阿罗拉的世界吧 哈拉也说过不是吗 和不同的宝可帽 或人相遇 人生会变得多彩多姿呢 妈妈冷静 总之 不要进去 看起来他偏要 来吧 霸主 宝可 妈妈 妈妈这样走掉了 丢下一整个人庆广场 跟你太乐人